今天带大家开箱 欧式豪华露营车 那一路眼人呢 就是我们的高级装潢 欧式驮车不一样的就是呢 它比一般的露营车来的比较有质感 因为它的木板呢 是采用比较轻量式的木纹 然后加上呢 就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区 可以坐一个四到五个人 然后可以打麻将或者是办公 那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 窗口可以看到外面的view 沙发呢也选用比较豪华一点的 就是很Q弹Q弹的高级感 在那边睡觉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露营车都会有提供吹风机 所以就不用带吹风机哦 这里不是收纳柜哦 这里是冰箱 超大容量的 可把你的食材之类的 放在冰箱里面 哇 这里也是双人床 漏市区 如果你想要加床的话呢 我们的客厅区也可以变成双人床哦 除了床之外 还有天窗 那如果我们睡觉的时候 也可以看看星空啊 跟夜景 夜景之外 我们旁边也有 很多窗户 所以能够享受阳光的沐浴 而且它的床呢 我觉得相比一下 它的床真的比较Q弹 你看就是小店 也蛮喜欢这个床的 然后这里收纳也蛮多的 收纳 这个也是 这边 可以换成更衣间 我们的洗手间啊 跟沐浴是我们的场地都有提供哦 所以这里就是只能换衣服 空间蛮大的 相比其他的话呢 我觉得这里很棒的是 它镜子更大了 这里就是可以放一些就是梳洗用品 这不是跟你想象中的露营车不太一样呢 那想要体验吗 那欢迎私讯小编 或者是私讯母们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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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